这是内粹元首希特勒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因为此时在他演讲台后方的石柱里有一个定时炸弹 炸弹爆炸会将阳台和天花板炸弹 而下方主席台上的希特勒海德里希哥培尔等内粹核心也瞬间会被砸死 令人震撼的是如此天衣无缝的计划 竟只是一个在工厂上班的德国小木匠单枪匹马完成的 然而不幸的是炸弹爆炸时 希特勒却提前离开了演讲台 而中间仅仅只间隔13分钟 这部电影真实还原了这个胆大包天名叫埃尔赛的小木匠 是如何用完美的计划和技术 几乎凭一己之力就差点干掉了希特勒及核心党羽 非常优质的一部传记电影 喜欢的小伙伴强烈推荐去看一下原片